我們先來看下一條新聞 根據洛杉磯華人咨詢網記者周慕雲 在7月8日報導 近日有華人讀者爆料稱 他在北加州的某個西餐廳 被服務人員私自加收了30刀的小費 他表示估計這名白人服務員 判斷他不是本地人 只是外地過來旅遊的 所以故意在他的身上敲了一笔 偷偷改了小費的費用 当事人莎莎表示 他近日去了一家位於北加州的西餐廳用餐 而服務員是一個白人女性 結帳時 帳單上顯示稅後是147.41刀 他給了20%的小費 也是接近30刀 在TOTO那一欄寫了總共176美元 莎莎現時給了信用卡 但是被拒絕了讓他換一張 於是他又換成了一張普通的儲蓄卡 莎莎說 過了幾天 當他查看銀行賬單 結果發現那家西餐廳 先是收了賬單上的147.41刀 然後又收取了58.59刀的小費 所以當天的總消費額就變成了206刀了 莎莎當時很生氣 馬上就打電話給了餐廳 但是卻沒有人接 因為那幾天剛好是假期 餐廳並沒有開門 接下來莎莎又打電話給了銀行 舉報餐廳偷偷偷加收小費的行為 最後銀行工作人員回覆說 會聯繫商家進行處理 莎莎說 後來我又聯繫上了餐廳 對方說是不小心搞錯了 但是這怎麼可能呢 我明明寫了176刀的總額 結果卻收取了206刀的費用 我認為他們就是在歧視我 我說的不是Native American English 餐廳就膽敢這樣做了 如果是白人顧客 餐廳敢這樣做嗎 估計那個白人服務員 也是故意告訴我信用卡被拒 讓我換卡 因為儲蓄卡被盜刷是很難申訴的 之後我也去Yelp留了差評 揭露商家的行為 提醒其他顧客們注意 有網友提醒稱 美國餐廳的小費貓膩是越來越多了 賬單小費那一欄 填完以後要在數字的末尾 劃一條斜槓防止之後被人再改寫 算上小費之後 Total那一欄可以寫一個整數便宜記憶 同時也要保留餐廳給顧客的copy小票 讓服務人員知道顧客還是在意的 如果顧客不要小票 那麼服務員在後期就容易做手腳了 對此南加州律師劉龍珠表示 現在餐廳亂收小費 亂改小費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 店員如果看你是外國人或遊客 就覺得你好欺負 然後會在你的身上痛在一刀 因為多收個30塊的塊錢 通常是不會被發現的 就算被發現了也很少有人會去追究 我不認為商家對白人顧客也會這麼做 服務員專門挑特定的顧客群體去下手 這種行為的傷害性雖然不大 但是侮辱性極強 劉龍珠強調 從法律層面來說 商家私底下多扣了30刀的小費 這種行為已經構成了盜竊罪是違法的 顧客可以選擇報警 在警局留下記錄 另外顧客也可以去保護消費者權益的非營利組織 商業改進局的官網進行投訴 最後他也支持顧客去Yelp和谷歌上留下評論 讓其他消費者提高警惕 綜合洛杉磯華人咨詢網7月9日報導